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不知道当时的人就有这样的智慧 认为对土地要敬重 要有环保的观念 并且不管是地利 土地的力量的利用 包括人与人之间的相对待 都要有一个调和 我们称为前几年 各位可以回想到 我们在两千年的时候 我们台北教区为了要庆祝那个喜年 我们提倡了和好 人要跟大自然和好 要跟朋友和好 然后要跟天地和好 是不是这个和好 其实他的观念是来自于今天的赌经 乐位记忆的记载告诉我们说 每当一段的时间 你不要特别用心努力地去经营你的田地 让他修养生习 让他自然的生长就好了 你不必强求 每年 如同每年一定要出产多少的农作一样 到了安息的年 七七四十九年以后的那一年 称为安息年 我们要让土地休息 这个真的有环保的观念 同时告诉我们 对财务的处理 到了安息年的时候 要以仁爱的精神 来处理你跟人之间的关系 对乘出的土地 要还给本来的主人 而这些个租金 或者是价值的计算 要以你所使用的年度来作为计算 因为当时的土地 是每年生产一次 来作为你的收入 那你不能够要的更多 这样的观念 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如果你爱惜土地 土地也爱惜你 如果你爱别人 别人也爱你 这样子就是一种调和 上主要我们活在一种 协和的环境当中 不但是跟天地之间 跟土地之间 跟环境之间 甚至跟人之间 我们都要调和 而且不以功力来计算 而是以仁爱来计算 所以今天的这种 第一篇读经 给我们很多的提示 我们会看到今天 对土地的使用 是到了一种糟蹋的程度 对地里头的矿产 包括石油等等 我们是用尽一切的心机 要把它开发出来 尽速地用掉 这样子来损伤地球 我们的地球 已经跟以前不一样 希望当我们还在 这个世界的时候 这个地球的环境 会因着我们的信仰 跟我们的坚持 而得到改善 我们一起来勉励吧 那么今天的福音 很有意思 耶稣名声 渐渐传播出去 自好瞎子 自好赖病人 而且无饼二宜 各方面的表达 并且告诉人 天国是怎么样的 一个事情 真福八端 爱的道理 慢慢地他的名声起来了 皇宫里头的 黑洛德王听到了 这个黑洛德是谁呢 是大黑洛德的一个儿子 叫黑洛德安提巴 他曾经杀过习者若汉 今天讲的就是 他怎么样杀习者若汉的事情 一个有权力的人 不能好好地利用权力 反而做了一些极糟糕的事情 损害了正义 这是黑洛德安提巴 是一个非常非常的 一个典型的代表 真的是不可取法 不能效法 而我们说 一个君王 随便的一句话 那么无聊 没有价值的一句话 在撒罗曼跳舞的时候 就告诉他 你舞跳得很好 寡人心里很开心 你要什么我都给你 熟不知 这个女孩的妈妈 黑洛迪亚是一个 新地不是很好的人 基督说不好的人 因为若汉曾经批评过他 跟黑洛德安提巴的结合 他的丈夫本来是 黑洛德安提巴的兄弟 叫菲利普 现在被他抢来了 变成了安提巴的后宫 当然对他很宠爱 所以对他来说 这个王言听计从 那么撒罗曼跳舞跳得 很让黑洛德安提巴开心 黑洛德说 你要什么都给你 这是昏君 甚至我的国土的一半 我都给你 你看是不是糊涂了 好 这时候这个 撒罗美的妈妈 告诉他说 好 你就要若汉的头 那个时候的习者若汉 是被关在监狱里头 这个监狱在凯撒勒亚 那么王公也在这里 每天若汉看着 源于远方的天际跟马路 曾经他对耶稣有很多的期待 为什么他还不以 莫西亚的尊威来领导我们呢 他派过他的门徒去问耶稣 到底你是那一位 还是我们要等待的那一位 耶稣跟他的门徒说 你回去 跟你们的师父说 瞎子看见 龙子听见 那么 这个 茄子可以走路 告诉他 这样的一个情形 他们就回去 跟若汉说了 当这些人离开的时候 耶稣赞美 若汉喜者 他说在天国中 在天国中 所有的先知 他很大 但是在福音的时代来临的时候 天国中最大的 最小的都比他大 意思是 若汉其实还是活在 新旧交替当中的一个 先知 那么 当然他知道耶稣是谁 可是他对耶稣的期望 也不是那么的清楚 因此才会派门徒去问耶稣 这时候耶稣知道 他已经被处死了 因为他的门徒来告诉过他了 这一段福音让我们想起 为义而受迫害 也同时让我们知道 当一个人多行不义 如黑肉的安提巴 做了一件不妥当的事的时候 经常在他的内心有谴责 甚至一些风吹草动 他都很惊惧 一个多行不义的君王 其实他是活在恐惧中的 风吹草动 他都会觉得有人来报仇了 他明明知道 若汉被砍头了 可是当他了解 因为耶稣在外的各种善行的时候 以及耶稣的名声渐渐起来的时候 他是感到紧张 感到害怕的 因为他知道他所做的是不妥当的 这也提醒我们 是啊 我们做一件不好的事情 来反悔 与其这样 不如在做之前 我们就闲哀乐 停止 对几对人 多有好处 谢谢各位 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大家平安 喜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